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海洋反安 我是王孟平 那正当现在欧美逐步的解封 但伴随的是在二波的疫情到来 不管在武汉的全程大筛减 包括中国吉林市 从这个礼拜三开始也做封城的动作 南韩在离泰院这个夜店的群聚感染全面的失控 甚至在俄罗斯现在疫情要聚在全球第三 但他们还是宣布是全面的解禁 所以到底这个解禁对全球金融市场来说 会是一个良药还是毒药 今天带您做深度的分析 请问您邀请到的是陈伟良老师 外辆你好 大家好 另外则是胡玉堂分析师 玉堂你好 孟平豪大家好 所以现在美国硬要解封 到底要付出多大代价 来自于在白宫的防疫大将佛契最新市井 他说如果太急着解封 可能会看到另外一场灾难的大爆发 白宫新任女发言人麦肯奈利最新抛出震撼蛋 美国副总统潘斯决定无限期跟总统川普保持距离 避免两人同时染疫 改在白宫附近的行政办公大楼上班 白宫最核心圈拉起最高警报之际 这周末开始美国将有48个州部分解封 目前包含乔治亚州 德州和田纳西州 都允许非必要企业恢复营运 纽约州还制定逐步开放计划 加州更宣布部分地区餐厅开放内用 所有购物中心也开放路边取货 办公场所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开放 暂时公主号母公司美国嘉年华邮轮也一扫阴霾 暑假订单暴增600% 不过根据NBC取得的白宫内部文件 却指出有十个城市最近一周病例 比上周增加了72.4%以上 坑塔基州中央市甚至暴增了650% 备受惊重的美国权威传染病专家 也就是白宫防疫大将佛契 最近也在国会视讯听证会上 不断杠上川普的解封算盘 佛契还说就算研发出疫苗 也不保证有效 现在美国开发的疫苗至少有8种 而功效将得等到秋季尾声或冬季初才能判定 还有最新研究预测 随着流动性升高 美国8月初将有将近14.7万人丧生 比4号公布的预测多出1万 纽约时报则认为这是一场高风险实验 华段商学院则警告 加使操之过急 美国死亡人数可能飙升到35万人 恐怕得不偿失 接着杨环家黄一豪综合报道 好那现在最新在欧美解封的情况如何 先带您追踪在美国有48周是陆续的解封 那首先看到在加州的部分 他们开放了包括像是零售 制造物流跟休闲 那5月12号又开放了像是在餐厅可以现场来做用餐 好旧金山是5月18号取消了居家的防疫限制 那佛州呢在迪士尼的部分 5月20号是分阶段是重新的开放 那包括在肯塔基州 5月22号餐厅就可以开放来做开业 那欧洲的部分呢最新的解封措施 英国现在鼓励建筑业包括制造业可以慢慢的做复工了 那法国的卫生紧急状态是持续到7月10号 包括西班牙现在将近有近半的民众第一阶段的解封 德国也开始放宽在商店酒吧跟学校是逐渐的做复刻 好虽然说欧美解封了 但是这一次哇二波的疫情是来势汹汹哦 比如说我们看到说武汉全城的大筛检 两天之内新增了6名的确诊 又引发这种群聚感染的风险 所以在10天之内他们急测了1100万人 吉林市也开始做封城了 南韩这个李泰月呢 夜店群聚的感染失控 俄罗斯包括现在WHO警告说 中国德国韩国三国都要保持警戒哦 所以一看到欧美现在我们的最新的情况掌握之后 要请威良来解读一下 现在各国其实不是解封 就是在解封的路上 但是俄国的疫情能够有效控制吗 好我想其实呢 这一次疫情呢从3月中呢 大规模的在欧美蔓延扩散之后呢 股市也经历过呢 最黑暗最恐慌的一段 不过呢现在这个位阶 其实说起来真的还蛮尴尬的 因为普遍来看呢 其实市场的这个各大指数 都有蛮明显涨幅 我们以美股四大指数来讲 其中呢像稻球 S&P 纳斯达克 其实呢都涨幅超过3成5 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 甚至涨幅超过4成 那有人认为说 其实会不会有一点呢 过度的反应 这个好像利空太早出境了 其实因为呢 股市往往它先反映的是资金面 接下来才会去反映基本面 简单来讲 就是基本面是跟在股市后面走的 那现在刚好就是要看到 各种的基本面的数据考验 那我今天带来一张图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对未来的一个 股市跟经济的一个情境推演 那简单来说呢 疫情跟股市之间的一个联动关系 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阶段就是疫情刚开始发生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 所以股市呢 只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震荡 没有大规模的一个下杀 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说大概三月份那时候 疫情扩大之后 股市呢就急速的崩跌了 那现在来讲 应该是开始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说疫情慢慢获得控制 但也并不是完全的解除这种危机 但是股市会先反弹上去 那涨到这个相对的一个高位阶之后呢 其实股市就要稍微呢 停看厅整理一下 等待呢基本面数据能不能跟在后面 逐步的好转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来说 公布的不管是说 四月份的数据 或者说现在对五月的一些数据来看 其实都还是非常非常的负面的 那这个经验其实可以由 这个中国的过去的经验来做一个推估 因为中国是最早封城 也是最早启动复工的 所以当时其实三月份 中国的这个制造业PMI呢 也一度呢就出现这种V型的一个走势 就先跳水之后呢 再急速的反弹上来 那这个现在四月份呢 整个欧美的一个制造业数据是比较弱 不过既然开始规划复工解封 那我相信呢五六月份后 经济数据会慢慢的好转上来 那股市呢 回归到就是说整个资金面 跟信心面来看 我觉得呢 因为现在热情还是非常的充沛 那事实上民众的信心起码 没有像三月份这样子一个恐慌失控 所以我觉得大致上来讲的话 股市看涨走多的一个格局是不会改变 只是说在现在我们回到台股的位置来讲 因为刚好上档就是年线的压力 那如果要冲关突破年线 甚至站稳年线 第一个成交量应该要配合放大 那第二个来说呢 量要从哪来呢 其实内资已经呢 买了两个月的股票了 所以接下来呢 要接力赛的下一棒呢 绝对关键是看外资 那包含外资在期货市场 选择权市场 还有呢当然现货市场 这三个层面来说 能不能同步的一个翻多 那这个可能是台股呢 要挑战年线 站上年线的后续观察重点 好 但如果我们从现在 这个已经开放 慢慢的走向解封的 亚洲国家来看的话 这一次其实日本也开始在考虑说 要来解除这种 未列入特定的警戒的 34个线紧急事态宣言 那如果再从韩国来看 5月6号它放宽了一个 限制的社交距离措施之后 马上爆发的就是在 离太远这种社区的 夜店的感染事件 据说现在有2000多个人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联络上 那在印度的话 划分为红橘绿色区域 会逐步来松绑一些封锁的措施 好 所以大家再看 开始解封之后 像是在武汉拉吉林 又传出疫情 好 现在韩国的部分也是 所以大家最怕美国要解封了 这一次分三阶段 您觉得他的措施做得够完善吗 当然如果以措施来看 美国国家其实都有他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一些社交距离 或者一些划分 当然就我所知 其实欧美的一些民情 其实他们不太爱戴口罩 其实就算你在没有解封之前 其实他们的一个 并没有像我们台湾人 有这么多严格的防范 但是我觉得换个角度去看 就像川普今天有谈到一个重点 他说即便解封会造成 可能也许会有人死亡 但是他还是要解封 因为毕竟精进的活动 不能就这样子停摆 所以我们从美国的一些 这个三阶段的一个解封来看 其实第一阶段当然比较严格 就是说十人以下的小巡聚会是 不能有的 然后有限度的重启 大概应该过去这一阵子 已经有慢慢这样的一个 第一阶段的解封产生 然后像是在一些非必要的旅游 也不行 这是在目前第一阶段 是比较严格的 然后一些戏院还有一些娱乐性的一些活动 还是关闭的 但是目前来讲 我觉得已经开始陆续有到第二阶段 就像台湾 台湾在先前的 这个我们陈时中也有谈到 什么250人以下的聚会是OK的 职棒也开放 对 职棒也开放 然后一桌可以坐八个人 所以说在美国来讲 目前是开放 可以开放50人以下的一些中型集会 然后酒吧也可以营业 只是说人数上 他要做一个控管 当然到全面启动的可能到第三阶段 对 是全面的复工 然后休闲娱乐的一个限制放宽 当然就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 或许你说到第三阶段可能还没这么快 你说要全面的复工 然后一些娱乐限制放宽 不过刚刚莫名也带到一些这个全球的一些放宽的措施 其实大概从五月中陆续的展开 那当然会不会酝酿第二波的疫情 我觉得很难说没有 但是我的看法是说 跟三月份爆发的那一次 我觉得自然不会那么严重 所以对股市 因为我们俩刚刚看的是正向 看涨 那您的看法 我认为我也是看涨 只是说接下来涨的产业会不一样 然后我们会再分析 只是说在这一波第二波疫情 我觉得当然还是会有冲击 只是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了 那或者是说 这样的一个造成的一个心理的反应到股市上的部分 其实三月份的股债 我觉得也冲击完毕了 那只是说接下来 一些经济的活动 甚至产业面 我觉得可能也会跟上半 就是说在这个五月份以前不一样 就是说先前我们都谈一些所谓的防疫的受惠股 那接下来 其实产业面会有转变之下 可能在操作的一个逻辑跟选股上 也要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可能会有这种指数也许维持多头的架构 但是会不会强弱是主流的意味 那资金会交棒到哪一些族群跟重点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小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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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